距離二零二零年日本職棒開打 還有六天時間 基前分析打頭陣的是楊樂多燕子 去年他們的戰績五十九勝八十二敗 勝率者四成一八 在央聯敬佩莫作 休記燕子軍面臨了兩大變動 首先是換掉過去兩年監督小川全司 有過去曾經來臺灣 效力中華職棒新農流的投手 高金城武接下重任 另外一個考驗就是荷蘭重炮 日值累積兩百八十八紅的白蘭廷 離開效力九年的楊樂多轉戰軟營 當然以前高金他就是俄軍的總教練 那至少說現在這一些年輕的選手 之前跟高金在俄軍 就已經有比較多的合作的契機 青木宣親他的年紀已經偏大 那再讓他守中華野 其實已經有點不堪負荷 他去年其實中華野就守得不好 可以趁巴林廷離開這個時候 讓青木宣親以往左愛野 讓中華野讓一些年輕的新生代上來接替 走了巴林廷 每年平均三十八層內達左右的火力輸出 或許也可以看到團隊更積極的戰術運用 而團隊除了仰賴每顆小螺絲的串聯 過去就以穩定表現著稱的球星 更是定心丸 打者首推看板的山田哲人 要第四度挑戰三成打擊率 三十轟三十道的三三三紀錄 投手部分四十歲老大哥石川雅歸 角色持續持重 那石川雖然說他起步不是很理想 但是他最後還是投出了一百二十四局 八勝六敗的成績 雖然說他已經年過四十 但是以目前楊樂多的先巴陣容來講 他還是楊樂多最倚重的先巴投手 他今年球季結束後就會拿到那個 國內自由權的資格 雖然說還不可以出國 但是楊樂多就有可能在這個時間點上 就是用金標制度把賣到大聯盟去 那也不排除說山田是不是會行使 國內自由權的資格 就是直接在國內轉隊離開 寄望資深有經驗的學長作證 同時期待年輕的小鮮肉磨練成長 是楊樂多燕子在二零二零年的戰力概要 儘管和強權的戰力還有段差距 不過燕子迷自嘲 七年內四度墊底都經歷了 相信總會慢慢的波雲見日 高金城武當上義軍監督第一個賽季 楊樂多的球風會有什麼改變 鎖定我們的日本職棒轉播就知道啦 我來聽說剛剛解謊話軍採訪報導 謝謝你